大家晚上好 之前那條片已經跟大家說過 今晚會做一個潮州牛肉湯 為什麼我要做它呢?因為它簡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上一年 看過我其中有一條片 就是這個我不記得是潮州什麼牛肉鍋 牛肉粉絲鍋還是什麼 就有類似的做法 本身這個潮州牛肉湯 如果換成是當地的話 它一定是用新鮮的黃牛肉的 即是積湯積葉就積弄 所以非常鮮的 那是否代表我們香港或者在海外的觀眾 就做不到這個呢?當然不是 是有代替品的 大家看到我這裡已經是有一塊 是美國的安格斯肥牛 我就叫這個老闆 就是原舊的肥牛給我切件 等我自己慢慢開 那一般來說 大家在市場上看到的 市面上看到的 都是已經刨好了的安格斯肥牛 就一匹匹地賣 大家應該很熟悉 打邊爐最實際的了 它就是所有的肥牛裡面是最便宜的 但是呢 我上一次 我做過一次 就給我那幫 即是我子女那幫朋友吃 就是改用這個手切 他們就賺不絕口 當然啦 你是跟真正百幾兩百塊一磅的 那些手切肥牛比呢 當然是口感就差一點點的 但是呢 當你是把這個最便宜的 這個是肥牛 即是安格斯肥牛 就把它改成是手切 原來的口感都一樣是這麼好吃的 OK 那所以呢 接下來這個分享 不要以為這道菜很貴 這道呢 80元一磅而已 那現在這一塊呢 大概兩磅左右 那就是160元 那那圍倒呢 就是一斤大概 百鬆點蚊 其實和和牛肉就差不多的 那呢 無論是食味 即食味呢 始終呢 就比和牛呢 就差一點點 就是淡口一點 但是它都非常肥美 畢竟都是肥牛 口感就沒得挑剔的了 OK 行不行 那這個湯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也都很pure的 那大家就看看我怎樣做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定這個 生骨大豆菜 那呢 那呢 現在呢 我買回來呢 我就未是 未是 處理的 那我現在呢 就在鏡頭面前處理 因為本身呢 我們做湯 所以它鹹一點點 我們都不怕 那呢 這個拐都沒有了 那就切粒粒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定一碗滾水 那就下去 滾水這裡 下去 放下去 就做什麼呢 就是醃 就是等它呢 就是 浸一浸它 就等它 不要太鹹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切的時候呢 就切幼條 它的片 切幼條 為什麼呢 切幼條呢 我去浸它的時候呢 它更加快出味 啊 那就令到它呢 就不用太鹹 千萬不要切粗條 啊 好 如果呢 大家是跟著我的方法去切薑的話呢 我相信呢 要將這個生骨大頭菜 啊 就是切成這個幼條呢 就絕對不困難 而且呢 這個速度也可以很快啊 啊 跟著之後 我們呢 處理好之後呢 啊 這個是滾水來的 是不是 我們呢 就加少許水下去 浸一浸它 那就隨便它啊 OK 好了 跟著之後 處理完之後呢 還有些什麼材料呢 就是這個 冬菜 放冬菜回來呢 這包冬菜 就不用處理的了 待會我們吃的時候 就放少許下去啊 另外呢 潮州菜呢 就很流行呢 就是用唐芹的 尤其是 跟這個牛肉有關啊 那我們呢 就是 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 這個呢 我們呢 這個 我們呢 這個葉呢 我們可以拿回來做湯的 啊 這樣呢 就可以令到那個湯呢 就更加香口啦 然後呢 我們呢 等一下呢 就切一粒粒粒啊 就好像呢 我們呢 我們去吃魚蛋粉 潮州魚蛋粉 那樣的 吃法啊 那這一次呢 就物盡其用了 可以 那本身糖芹呢 就很多 沙的 所以 無論任何一個方式啊 我們都要是 嗯 要沖洗它啊 那 其實呢 就 我就沒有 就是有些觀眾呢 就不是很明白的 尤其是新的觀眾 不是很明白 也都不理解 或者甚至沒有 有些厭氣啊 就說 喂 為什麼你 就是每次都是在處理 這個過程的時候 那麼多 這些我們懂得切的啦 懂什麼什麼的啦 這樣 但是呢 我都依然給大家看啊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呢 是 我的影片呢 就有高中低手的 也都有新手 也都有老手的 那老手就自然不需要看啦 但是新手呢 我要再講清楚呢 就是我很多個步驟 是給新手看的 所以我保證你呢 就算新手呢 你有心學的話呢 其實呢 在我的影片裡面 都學了很多東西啊 那大家見到 我用很大水去沖它 最主要的原因 我又想快點洗乾淨它啦 第二呢 就是糖芹 你不要看它 就是 我外形啊 這麼漂亮啊 但其實呢 它就很多沙 包括它的葉也很多沙 那我一定要是有 一定程度上呢 是有這個 比較大的水啊 速度啊 水流啊 現在才可以把那些沙呢 就是 沖走它 OK 那好了 那我們呢 就 嗯 切這個糖芹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呢 就切粒粒啦 那就好像呢 潮州魚蛋 檔那樣啊 那如果你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 喜歡吃的話呢 就放多一點 那如果不喜歡吃呢 放一點點 提香就可以了 那大家見到呢 第一次見我呢 就是那個糖芹葉 拿回來用啊 因為我要煮湯啊 那我想那個湯呢 就不要那麼刮啊 那種味道啊 那所以呢 我拿回一些糖芹葉呢 就是拿來呢 是 煮湯啊 那切這個糖芹的時候呢 我們就好像 切蔥花那樣 不要切得太大顆 OK 就當它是蔥花那樣的大小去切 那就沒錯了 那麽呢 那我們這邊呢 應該可以充得七七八八 那麽呢 似這個 那麽呢 那麽呢 就其實呢 就不是拍很難的事啊 那麽呢 你想切得好 那麽呢 那麽呢 大家不要一下啦 肯定會聽到我的 或是我一點 Gonin 你要售irie的聲音 那麽呢 天呢 那麽呢 你看,外面我穿短袖衣服,走兩步路已經流汗了 好,這裡也頗多 如果大家鹽多的話,就可以放少一點 不過我很喜歡吃的 一個喜歡吃糖筋,第二個喜歡吃蔥花 然後呢,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這個芫荽 然後,這裡有很多蔥 其實就當作煮一般粉麵 我先拿起這個糖芹葉 隨便它,我就不用切幼 等一下我只拿來煮湯 有一點點 因為可能 有一點點作病 所以人的精神有一點點彷彿 好,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芫荽 芫荽就視乎 芫荽一樣有很多沙 不過呢,我喜歡買這檔 因為它洗得很乾淨 所以我就不需要特意拿水來沖 那我沖呢,我就不在大家的鏡頭面前處理 因為我假設大家都認識 這些真的實在太簡單 那芫荽也是 切幼粒 那大家看到呢 我切的東西都不算慢 一邊講一邊切 那 那 那大家 如果是 就是 聽我說 就拿切薑絲來練刀法呢 那其實呢 練完刀法之後呢 理論上你反過來切蔥啊 切芫荽這些東西呢 就可以是 都幾簡單的一件事 好 那 那 那我切完這個前期啦 那基本上呢 就是差不多 那蔥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最主要呢 我開這個 即是開這個影片呢 我就要給大家看呢 就是這個 怎樣去處理 處理那個肥牛啊 那 那我先說啦 這一塊 原條 原舊的肥牛呢 就 很少人會見到的 在街市呢 你去凍肉店 你要跟老闆講素啊 即是說 喂老闆 我要是 想要一塊肥牛 我自己切的 這樣呢 就叫它原條呢 就賣給你 其實它是願意的 有錢賺 為什麼不願意呢 又不用它切 那通常呢 一些大 大小小小的凍肉店 有自己說房的話呢 那多數呢 它都會有一些 原條的牛柳啊 原條的肥牛呢 就還未開啊 好 那 大家見到 這塊肥牛 通常呢 這些肥牛呢 就 分開上下兩層的 我們先剝開它 OK 跟著之後 我們呢 要切呢 那 很多時候呢 先說 我都說了 之前都說了 我們要切的時候呢 就要是直紋 要橫紋切 那些牛肉呢 才會是 不會硬的 OK 但是呢 問題就是呢 我們肥牛呢 很多時候呢 那些 就是組織 它就不一定是這樣直的 它有時候是打斜的 那我們要注意呢 我們切的時候呢 就不一定要九十度角 橫紋 有少少邪的 我們都照切 OK 那要注意 那另外呢 這些不是很多肥膏的 我們留回去 那如果大家呢 不喜歡吃那麼多肥膏的 就撇走它一點 OK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呢 就先是 處理了它 洗乾淨之後呢 我們呢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抹乾它 就不要濕切 那如果大家呢 可以是有 就是有這個毛巾的話呢 最好呢 就解凍完之後呢 用毛巾包著它 再冰一冰它 為什麼呢 因為 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 我們用毛巾 包著它呢 就可以呢 是幫它吸濕了 第二呢 就是我們冰一冰它的時候 它相對硬一點點呢 就可以是好切一點點的 還有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要用毛巾包著它呢 這些是老師傅教我的 是什麼呢 其實呢 那些牛肉呢 本身呢 它的酸性呢 就會比較大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拿一塊白毛巾 就是乾淨的毛巾 包著它 不斷冰它 冰它幾個小時 在說的是 冰它半天 我當作的 那其實是可以有效呢 將它的酸呢 就是肉在肉身裡面 肉心裡面 那些酸 酸性呢 就減低了 那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要用毛巾 包著牛肉去冰 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OK 那我現在呢 其實一般處理的話呢 就不需要處理得那麼複雜 反正它是便宜的 因為你始終來說 它都是餵養 它就不是吃草多 那所以呢 就相對地 我們就不需要處理得那麼複雜了 那就 抹乾它 好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先放進去 那我現在呢 我們首先呢 我們把部分小小 就是它太肥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 肥膏呢 就切 撇走它 那就不需要撇得太多 那我們試試看 留一點點給它 牛肉呢 它不同的紋理呢 它那個肉 那個橫紋呢 就不一樣了 這個呢 就很直的 就這樣了 但是呢 反著面呢 它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呢 就看哪個比例高一點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看 就回最高比例的橫紋去切 OK 然後呢 我們呢 不用切得太薄的 大概呢 就2mm到3mm 就是一般 我平時跟大家說 切瓜的厚度 其實就已經OK了 這把刀呢 現在暫時不夠膩 所以呢 我立刻呢 我要摸一摸它 大家等等我 啊 那這些呢 公肉善其事 必先理其器啊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一定要做 那現在膩膩很多了 為什麼我要這麼膩呢 大家看到呢 我明顯呢 下刀呢 就快了 那 所謂的橫紋切 記住呢 只要你不是完全直的呢 有一點邪的呢 都OK的 那本身呢 它這個呢 因為我已經解凍了 它就相對啊 就是都是比較 有一點點濕啊 那大家切的時候 小心一點啊 因為呢 它 濕之餘呢 滑啊 另外呢 就是因為它那個 肉身不夠硬啊 那所以呢 我們切的時候呢 大家都看到 那塊肉呢 是 就是 啊 動來動去的 那這樣東西呢 大家要小心啊 還有呢 大家會看到呢 它那個牛肉 那個色素啊 那就沒有黃牛肉那麼紅的 那我們要檢查一下吧 看看它這個就是橫紋了 那現在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它就比較肥了 那我就... 這個呢 我就切走它 那就帶一點點肥 那現在呢 我看看那個橫紋 就是這個橫紋了 那我現在呢 就改變了肉的方向 因為始終來說呢 這隻肥牛呢 它就不是真正的雪花肥牛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要進一步去處理的 那這個牛肉呢 有很多膏啊 那這樣呢 一樣啦 那如果大家呢 有煎牛扒的習慣啊 這些這樣的牛肉呢 不要浪費啊 煮起它 啊 用來做什麼呢 煎牛扒的時候起鑊 啊 啊 chip的東西就是這樣 你看看 多肥啊 這塊啊 可以煎兩...兩...兩...兩餐牛扒 我切出來呢 比較多 Himself 加起來耶 會吃牛扒 那什麼魚呢 大 kleine灵菌鱗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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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 Mole肉呢 那麽 那麽呢 那麽呢 第二麽呢 那麽呢 所以我們手切 就算你用比較便宜的牛肉 其實都會比機設的口感豐厚很多 所以我堅持要自己手切 它真的太長了 我把它切成 兩半又好像短了 我現在斜一點切 這樣就可以把形狀拉長一點 因為鮮頭那邊 如果我這樣切 第一是難切 第二是切得這麼長 就不太好看 我現在斜斜地切 變相又拉長 這裡也再說 我們所謂的橫紋切 就不是真的九十度角 而是就算有少少斜 都可以的 而且大家會看到 我切一下切 然後它又變成鈍 所以我們時刻也要準備一個磨刀石 切到最後 大家要小心一點 小心切身手 它只有這麼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這個 片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 安全一點 切一下 然後我這裡又是 把它斜斜地切 我這裡切 我將它變成 因為這裡是短 我就用那個 蝴蝶刀法 第一刀不要切斷 第二刀切斷 這塊牛肉就很見勢了 因為它太薄了 有很多時候 我們切東西要視乎食材的形狀 要切到符合自己去煮食的形狀 其實我們有時候需要心思 不在於你的技巧 在於你的心思 好 這樣就切完了 嘩 很多肥膏 馬上要刮走它 這些 洗的功夫 我們都需要 要花下心思 因為你切牛肉 始終那些肥牛 就很多油 這些醬油清潔 很多人都不會給大家看 但是 我就照給大家看 不是拖時間 因為有些人 真的不懂得清潔 我這樣拿一點 輕輕的 一點洗潔精 馬上立刻第一時間清潔 這樣針板就乾淨了 這樣針板就乾淨了 好了 這個時候 這個牛肉 我們就不是就這樣 當它 肥牛那樣處理的 甚麼呢 加少許鹽 這裡有兩斤 加少許 三分二斤左右 然後加少許水 然後加少許水 加少許水 然後再加油 再加多一點 大家 我之前也說過了 你想那些肉更加嫩口嫩滑 其實我們是需要灌油進去的 別人就灌水我灌油 為甚麼呢 其實原理如果大家知道肥牛 為甚麼肥牛這麼好吃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中間夾著肥牛 那個物理的組織裡面 現在呢 我就嘗試利用後製的方式 後製就好像拍照 後製的方式灌油進去 然後它的效果就出來 就好像是上等 起碼是上等 令到它就好像真正的肥牛 這樣那麼嫩滑 OK 行不行 再加上呢 我這個是用手切的形式 那 因為這些肥牛 它中間就真的有肥膏的 那我們 下去 攪拌它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那麼大力 陰力去攪拌它 那就盡量 利用 其實我用鹽和油 去醃它 其實就不會干擾到那些牛味 那我可以放心 依然是那些牛味 那我先投的那些鹽 我怕它不均勻 即是不均勻 所以大家看到呢 我拿起它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說想它深色一點 就可以 做少少手腳去甚麼呢 加少少生抽下去 加少少老抽 應該不是生抽 老抽 好 那 我們可以了 哇 這一頓我真是開心 吃肉獸 這麼多 這麼多這個甚麼呢 基本上這個牛肉湯就完成了 那另外呢 我們呢 想它更加野味呢 那個湯底呢 就可以加少少 這個是甚麼呢 大地魚粉 OK 那之前 我買下的了 那不是很貴的 好像是二十多元 是不是二十多元 是不是二十多元 這個我看不到 對了 三十元 那是有排用的 那可以買回來做雲吞也好 煮麵也好 甚麼都好 OK 行不行 那基本上是這麼多了 那下一則呢 我們就準備煮湯 很簡單 很快的 OK 待會兒見 好了 那大家準備了所有東西了 那今天呢 我亦都想是 即是煮些麵 OK 那所以呢 我先煮了東西 滾水呢 我就先煮了些麵先 那我先煮了那個味 那鹽 糖 那跟著之後 雞粉 然後加一點油 那我今天用甚麼麵呢 那就介紹一下 那就是這個 是這個牌子 這個我摸下去 它是軟身的 不是硬色的拉麵 那試一下吧 那都是在凍肉店那裏買的 那 這個小袋的呢 就有五隻 那剛剛好呢 那這樣 就是 我們 就是 一個人呢 就是一碗麵 那要煮多久啊 兩分鐘 都是兩分鐘的時間啊 那如果大家呢 是不想煮到這麼複雜的話呢 可以直接用出前一丁 或者是 即是 即是 即食麵都OK的 那我先是煮了些麵先 那麼煮它大概兩分鐘左右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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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理它了 兩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 啊 再開機 和大家分享啊 啊 好了 那 現在呢 就兩分鐘 搞定了啊 啊 跟著之後我們就關火了 那我先看看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直接呢 就拿去過冷河了 現在呢 做湯麵呢 就真的要過冷河了 OK 哇 好像那個份量很多啊 即是湯麵呢 我們就要過冷河的 但是呢 呃 這個 即是這個是 炒麵呢 就千萬不要過冷河啊 因為呢 炒麵過冷河的話呢 你就一定會是 即是一定會是什麼的 一定會是 會斷啊 炒到 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稍微沖一沖一隻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呢 就 煲這鑊水呢 就用來 炒 這個是牛肉啦 這樣啊 可以放多一點點水啦 好啊 那這樣就進一步啊 等它煮滾水之後 我們才進一步呢 就做 下一個 下一部分啦 就煮牛肉啊 那是很簡單的而已 就不是很複雜的 你當它普通煮麵 這樣吃就可以了 OK 待會兒見啦 好了啦 那現在呢 就水滾啦 那我們首先呢 就將 這個芹菜 芹菜葉 一片的薑片 放進去啊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放一點點的雞粉 然後呢 就可以放一點點的雞粉 不放的 原本是不應該放的 那 即是不要說應不應該 即是它不會放的 那 但是呢 我呢 這個呢 就會放的 然後呢 將這個 是 誒 誒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這樣呢 就將這個是 誒 誒 大頭菜啊 浸過的大頭菜 就全部 丟掉下去 煮一煮它先 好啦 其實這個很快的而已 稍微煮一煮它 跟著之後呢 我們這隻碗呢 我們就可以做另外一件事了 就是呢 首先呢 我們放些芹菜 下去 然後呢 放這個芫荽 放些芫荽管 然後呢 就放些蔥花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放些豬油 這裏呢 這裏呢 就能煮煮啊 這裏呢 就能煮煮啊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 下少少的 這個是大地魚粉 輕輕就可以了 好 跟著之後呢 下這個炸蒜啦 啦 炸蒜呢 這裏可以買回來的啊 好 OK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下這個生抽啦 然后轻轻少少的盐 然后少少的鸡粉 这个那么像日本东西 对呀 潮州都有这个吃法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面 首先我们想吃多少面 想吃多少面 我们就放多少下去 稍微录开它 这一只大家看到就是拉面 然后就放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关小火 就不要让那些水大沸沸 OK 现在看到它不沸沸 这个时候我们先下牛肉 就不要动它 就这样放在这里 那可以 就是为了它更加快熟 那我们就全部放下去 然后轻轻拉开它 为什么要轻轻呢 如果我们太过是大力的话 它的粉一散的话 那就出事了 那就会令到那些汤就不够清澈了 好 搞定了 好像普通就下牛肉的火锅 这个时候大概七八成熟 好 跟着我们就可以开大火 稍微呢 就煮它 下火了 现在我们下的这些全部都是作为出味,不用理会 让它大滚 记住,大家看到我这个时候的汤还是很清晰的 是啊,是很清晰的,OK? 如果我鲜头鲜牛肉的时候,我稍微是大力一点的话 那些汤就会起泡,这样就不行了 就算起泡也不要紧要的,你撇走泡 就没那么英俊了,等它滚了之后 大滚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回汤 这样就浓均匀那些牛肉 这样就浓均匀那些牛肉 那些汤就完成了,我们再放一点葱花 让它比较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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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先关小火 然后我过来解冰 那这个呢,就可以全部呢 全部呢 就是 啊,sorry 我忘记了放一样东西 是 胡椒粉 我忘记放了,那就放一点胡椒粉 OK? 好了,那基本上呢 这个 很清爽的 这个是 潮州牛肉汤呢,那就完成了 不过呢,今天呢,我就加了一些面 下去啊 那麵底,作为这个平时的食用 那,那 其实呢 我现在呢 因为要解冰各样呢 其实呢 就做慢了的 但是如果呢,大家呢 是 不 就是不需要解冰 不需要剩 其实呢,基本上呢 这一个这样的菜 都是半个小时左右 就有得吃的了 那它 那,大家看到我先头 下了很多料在底部 是不是? 那吃的时候呢 就拆开它 就拌均匀它 这样呢,才会有味的 OK? 行不行? 那,那 这个呢 大家可以想像 我现在 或者我试一试吃 是 不断意 首先看一下这个牛肉 大家看一下 还有些粉红色 那就对了 非常之软滑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方法做 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呢 这个方法呢 在台湾是非常之流行的 而且还有专门店 不过呢 它们又不是叫 潮州牛肉汤 我现在做这个呢 其实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 是 是一个 真是潮州那边的做法 那但是当然了 潮州的做法呢 它就是新鲜的牛肉 台湾的这个 牛肉 它叫牛肉腹 什么鬼 我忘记了了 都是这样的做法 那它目的呢 就是以最煽乱的牛肉呢 就用一个最pure的方法呢 去和大家呢 去制作一个 牛肉汤 或者是牛肉面出来 那但是呢 我们呢 就是在外国也好 在香港也好 我们呢 就不近屠宰场的嘛 而且基于成本的理由 我哪里都有这么多 新鲜的牛肉肉 那所以今天呢 我就利用这个 最cheap的 这个肥牛 就是安格斯肥牛 美国的安格斯肥牛 大概都是80元一磅而已 OK 那不算贵啊 因为如果你真正的雪花肥牛 那些呢 可能说的最便宜 都要160元一磅 那贵的呢 要400多元一磅 那但是呢 我们怎样可以 令到这个牛肉呢 会是 有类似贵的牛肉的效果呢 首先呢 你说的牛味呢 其实相对地 这个牛味呢 就淡一点的 那你没办法了 因为这些始终都是急动牛肉 跟着之后 我们就利用 放一点点盐 生粉 这个油 那去拌它 尤其是油 放多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牛肉 吸了些油之后呢 它那个 乱滑的效果呢 就会有点像呢 就是 就是 有点像呢 就是 肥牛的效果 因为它吸了些油 在肉那里呢 那变了呢 它是可以有效地去保护 那些水呢 就不会向外流的 那也都可以令到 这些牛肉呢 就乱滑一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身处外国 或者在香港 能够吃到 最好的一个做法 的了 也是最便宜的一个做法 OK 行不行 跟着之后呢 大家会见到呢 我是淋下汤之前 下了很多东西 那又有炸蒜 那这个炸蒜呢 就买回来就可以了 跟着之后 大地鱼粉呢 也都是买回来就可以了 跟着之后呢 在我们淋吃的时候呢 就放少少下去 跟着 先到我下了 就是胡椒粉 那加上胡椒粉 就good fit OK 行不行 很简单的 至于你放面那里 你喜欢放即食面也可以 放其他面 米粉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那呢 原版呢 它就真的是牛肉汤 就没有面的 行不行 那就视乎大家了 这个呢 大家喜欢吃的话呢 可以是这样的做法 而且呢 这个呢 也是相对地 是比较pure的做法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不计我那个 说明的时间呢 其实很快 很简单的 这个 也是相对pure的一个做法 那希望大家喜欢 好吗 那就不阻止大家了 希望大家喜欢啦 拜拜